这把的话遇到了缅哥 缅哥改名字了 加入了灰烬集团 祭司律师大副加飞行家 这个阵容他不具备打架能力 牵制能力的话说实话 也一般 你说这种牵制能力很强吗 我上来抓祭司能不能抓 能抓律师能不能抓 律师好像还没祭司好抓 这边丢伞直接偷袭祭司 过来到你脸上 不得不说 呕吼的速伞 在第一波丢伞的 这个节奏点上面 每次都 每次都打得特别准 他这个丢伞确实丢的有点厉害 这样的话 等于说张狂开技能摇一个灵 这祭司就倒了 祭司倒了 闪现CD还没 好 这把基本上拿下了 这个局我觉得穷者没有任何机会 这个局他不具备翻盘能力 看飞轮 看飞轮 没交出来 飞轮要第一时间交出来 这里的话 我之前看职业选手 他们牵制速伞的时候 在面对黑魂的时候 他是看着你速伞的 你摇零我交飞轮 等到这边摇零摇中了 你再交飞轮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又开始奶了 你放心 这把 这把不会 这把不会 这把这个速伞 偶猴我还是了解的 偶猴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我相信这一局 别说三跑了 这一局说实话 穷者平都没有 平都没有 福利品呢 今天没给大家准备 所以说呢 这一局如果说出现平局 我待会给大家发福袋 好吧 发抖壁的福袋 直接丢伞 拦住 你看看 皮皮压我也这么说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了 往事不要再提 我们要着眼于未来 放眼在未来 着眼于现在 放眼于未来 对不对 不能老去想一些 对吧 过去的一些痛苦的磨难 事情已经过去了 这边 一刀打中了 打中的话 这边应该是要丢伞的 开吸魂吗 其实我觉得丢伞会更好一点 为什么他丢伞过 这边就下来 刚好震一下 震一下以后呢 追一刀 追完一刀以后 还可以打另外一个人 这波开吸魂的人 救下来以后 两个人有拉开身位的机会吗 震一手 一刀 好的 大副这边半血 游戏是肯定没有 血练了 就看这把穷者 能不能打出风采了 免哥 免哥 怎么说 再来救一波 救一波人吧 稍稍分吧 看看这把飞行家 能不能打出一些 什么稍操作之类的 大帅 大帅 你有几撮毛没输进去 还有这 你也看得清楚 这么小个镜头 哎哟 走 哎呀 这波飞没飞好 但是他躲掉了 这波吸魂 打一刀就 飞轮 哎 这一手舒服 免哥 可以啊 舒子免 哎 你别说 这把飞行家的操作 还是蛮顶的 真的就是前期太崩了 前期太崩了 这个阵容呢 也真的打不过 速散 这个阵容怎么打速散 就第一波6 第一波6的话 我觉得第一波谁能6呢 因为飞行家 可能速散不会抓 第一波要律师6 然后祭司给动 呃 六个三台机 有机会 能打的 除此之外 抓大富 抓祭司 我觉得穷者都不太有机会 至少不太有机会赢 免哥 免哥的操作 一下来还是蛮好的 因为他是打那个 慈安家 出来的 他最早就是顶级慈安家 打慈安家的人 你们懂的呀 这操作都很细 然后都很皮 大富 怎么说 再来救一波人 然后兄弟们也可以看一下 你们看 这个局 我们作为上帝视角 你是不是感觉 好像从头到尾 速散都在摁着 求生者打 穷者 而且不断的来救人 但是 你们发现没有 他们的密码机 他们的密码机 其实并不落后的 真的中间 但凡 比如说第一波 祭司 那个节奏点上面 能够救下来 这个局 至少开门战 算是能打的